亮到热门谷 麻烦国家大哥继续上来 把我们追下去了 真的我完全认同 全世界各国的央行 将要面临的就是通货膨胀压力太大 又要升息 升息的探明时间点升不对 也是个trouble了 所以刚刚讲完这两档 国泰金有答 我想国泰金本身 它是一个在控盘工具里面 那它买的时机 你一定要精准的去了解 那这个地方 它前三季已经获利8.98 常用来互盘增值数 我会教大家 金融股在什么情况 什么位阶去买 那有答的话本身是 它本身是主体完成股票 趋势向上 因为我说过了 它前三季已经获利5.33了 只要过了明年 这些所谓有题材性的 有基本面的 加上业绩营收很好的 它会变成高值利率股 除权除息就看这些股票表现了 你把它清掉 你知道口温大哥写的这句话多好 前三季季报公司赚多少钱都知道了 你就可以推估 明年2022一整年 是不是高配息的潜力公司 我压轴建成这一题 早就跟你预告了 今天做好了 所以国泰金 友达一起掌握 来 国泰金 我们讲国泰金之前 回到我那张字卡一下 我先跟各位讲 国泰金有个操作秘诀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17709 来一个白板画好了好不好 好 用白板画 金控股的操作策略 17709 如果说我们现在大盘是一个区间震荡 这个支撑 这过去压力已经变支撑了 叫17709 这地方是前历史高点 18034 各位你要买金融股要怎么买你知道吗 大盘在这边震荡的时候 对对怎么买 只要是大家轮动完 看坏了要破了 你就一定要去买金融股 在这个地方 轮动完 就是个股的轮动已经轮动完了 好像指数有点摇摇欲坠 要跌下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这个位阶的指数 去买金融股 因为它会变政府护盘用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地方是金融股的短线低点 那我问你 因为市场上也有这么一说 因为所有的武器大概都用完了 半导体 船产 钢铁 全部都转过了 因此如果真的要冲 再冲历史新高 18034 第二个说法是说 金融将会是伏兵 就冲这边 那你认同吗 没错 那我又要买这边又要买这边 好 我这样讲 有一种叫做说 如果我们在这区间阵仗 低档买进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如果冲关去追买 买什么 全职 我不是说连电跟台积电金融股 这边都一定会表态 他就是冲关用的 那我大概听懂 等一下 如果在低位阶的时候 我就买那个比较便宜的 星光金 我写开发金 永丰金 这些的低位阶 或可以赚价差的 如果要冲关就是你说的 2881 2882 买这种大型的国家金付邦金 完全正确 国家真有默契 所以这儿都是金融可用之兵 是 完全正确 漂亮 好 来国太金看开了 来 好 来 我想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波台北股市大盘 好像大家轮动没有什么力的时候 它又要维持一个区间震荡 接棒的时候 你会发觉 这些就把指数撑上去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逻辑 好 那有达2409 有达你可以看到 过去在这地方 是一个足大底的一个动作 因为它夹带着 5块3毛3的获利 明年就变成 所谓的一个高子利率股 就看它明年 大家赋予它除钱除息 带出的风向球 给予多少配息 它会真的慢慢一直涨 这种股票会慢慢一直涨 所以郭大哥 请教一下 现在法人是不是也向重 这种底型完整出来了 底型出来 然后铁码干净之后 往上嘛 对不对 是 跟您报告今天好特别 看外资买超 外资买超第一名 还 投信买超第一名 好 再来替下一档 这个国贷经理友达知道之后 接下来是彩经请说 好 彩经的话比较特殊 因为它基息比较低 是底部刚刚完成股票 最重要的它是 华星哥集团将来会做这样股票 那它又实施十万张的库长股 这个十万张库长股 会拉在K线上 会一直晶晶涨 会一直走 前三季赚了2.36元 来看一下616的彩晶 是 所以你看它底部 是不是足底刚刚完成 才刚刚攻击 所以这种股票将来会慢慢缓步的推升 所以你要做这种股票 就沿着5日均线或10日均线 拉回量说不破手 就挑进去买 你看这个底型 是外资买多卖少买出来的 最后一打明挑神达亮大 比较特殊 你看我从来不讲这个股票 但是我是从所谓电脑里去跑 我一直觉得明年抗通膨 这种投资主軸一定在价值新股 那我们先来看结论 前三季赚9块5毛6 当然这含页外 含页外9块5毛6 净值是41.4 今天是收32.1 瑞涵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 你的股价净值在41.4 你前三季赚了9块5毛6 今年赚过10块 你觉得32.1它能撑多久 观众朋友 葵葵大哥的言下之意 他的话大概只有我听得懂 32.1能够撑多久 意思就是 有点点委屈了 我帮你算两个东西给您看 你就知道 葵葵大哥的话中话 我先讲 不知道是不是您心中的想法 第一个 股价净值比 股价现在帮我算 32.1除以净值 41.4 净值我讲过了 就是一家公司的干干净净的价值 我瑞涵公司倒了 我把它清算掉 我还有这么高的价值 得到的是 0.7 我告诉你股价净值比小于1 都是股价委屈 这是第一个证明 第二个证明 来算一下 包括EPS本益比 股价现在是32.1 然后除以 它的EPS 光前三季 那今年是多少 9.56前三季 已经会计师签证了 9.56前三季 那如果第四季再加起来 大概多少 10块以上 10块以上 好 我们就32.1除上10块好了 这样子的本益比 本益比是3 股价除以EPS 3.2 3.2倍本益比 对 我举这个例子 3倍本益比 这个举这个例子 是因为 这些股票如果真的太具委屈的时候 或是太低 就像过去 你可能到17块 16块的尤达 他赚5块多 为什么现在会往上跑 我举这个例子 其实在各个产业当中 真的都有这种股票 所以我刚刚那两个算是算对 对不对 完全正确 股价净值比跟本益比 就超低的 对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他的技术线 K线 你可以看 他是做云端 大数据 车用电子 跟伺服器设备 明哲刚刚带的 对 明年都很好 这是他的月线 各位你去看一下 这是十年线 这条十年线 如果月线在这个地方 他说32块1 今年赚9块10块以上 我们就姑且不要讲什么 你叫他怎么跌 将来老板有没有企图心 说明年配个稍微高一点 这股票会不会就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不止这个 各种的所谓的产业里面 像硕化股里面 也有20多块股票 赚6块的 5 6块的 都有 大家可以特别以这个为例子 去找一些 各个类股当中 你熟悉的 但他真的股价很便宜 但他获利却很高 明年一定要命令 领到高配息的压力 来看一下刚刚那一张 所以今天的亮大任门股 可谓大哥帮大家抓了 别忘了 依旧是明年的主角 是价值型的 今年赚很大 明年铁定大配息的公司 也要他们大方了 好 接着热门股追过之后 我要开始追大盘了 台股 您的压力 17709 过了 好 所以呢 好 我先问你 你认为 压力就这么过去了 这很快 好 你认为台股会被挑战18034 我当然认为 会呀 因为才差了明年点 来 我们一个白板来好不好 我请大家记住一件 你该不会今天也要考试吧 今天不用考试 但是会给大家一个资讯 好 我们今天收盘收多少 今天收盘 来 我有写 17841 17841 K值多少 K值多少 K值帮我们查一下 K值96.21 好 我先讲这个数字 1000多天以来才看到这个数字 你说K值96.21 是很高的 是 1000多天以来才能这个数字 记不记得上次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16248 16162 记不记得16248的时候 K值在9.48 9点 9.48 对 好 厉害 你看这数字 我只能跟各位讲了 快要到顶了 快要到 压 你有没有看过K值能到100 没有嘛 很爽 过去数十年来 K值最高最高 就是97.1到98 上一次从17633 17633 它下跌到16162的时候 它的K值是93 上一次在所谓的18034 它的下来的时候 K值也是在92、91这地方 所以我要提醒你的是 技术面它会提前说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 各位要注意操作的一个重点 所以今天收在17841 就算之后挑战 始高18034 也得尊重技术面的K 太高 也会出现技术面过热的震荡拉回 所以是这段的大盘操作呢 因此只要来到17709前波的左肩 跟历史的高档的压力区 你解套的股票一定要卖 同时你档数过多人 你一定要把握减码降檔机会 因为96.21的K值 不会支持太久 另外是利用手中股票 高速地径做加差 以及来到高档震荡区的压力区的时候 你要偏向站在卖或是买的价差 在区间震荡压力一定要在卖 支撑才来买 限处高档震荡压力区 低买高卖区间应对 高档震荡操作需要灵活宽松 万一真的从高档反转下来 你有更充裕的资金能进行操作 我用个图卡白板来跟各位做说明 白板精彩了 这是一个头肩顶的形态 好 这是一个头肩顶形态 这边叫做支撑 它叫做17237 现在只有两种格局的走势 17237嘛 对不对 对 17237 好 然后另外一种格局就是说 它在这边叫压力 过去的左肩 这边叫压力 这边叫高 这个叫18034 这叫做17709 是的 现在只有两种走势 绝对不会挑戳出任何一种走势 如果今天它站上1779 它就在1779 18034 区间震荡 除非它突破18034 再往继续往高走 那如果1779 站不上的时候 它就掉下来 就会在1779 跟17237 这边区间震荡 所以我们这样写 A 你只有一种选择 17709 到18034 我懂了 你去做区间震荡的操作 就这边 这样这样这样 对 卖就这样 你要B了吗 对 B B要换颜色 B 我们来个 好 紫色 B就给你写了 考你了 B要怎么处理 怎么操作 B 你刚刚好像有暗示 B好像是类似在17709 过去之后 然后结果还是压回 会在17709到 17709到17237 这边是吗 完全正确 我考几分 100分 也就是说各位 你只要看到指数未接 你就知道在哪一个箱形操作 如果走这个箱形 这边低买高卖 如果走这个箱形 这边低买高卖 就这样维持区间震荡 但是记住 2021年要跨足2022年 一定要记住 基本面加题材的 所谓的价值股 那我问你 没有C是不是 我现在突然讲到 我就是要升个C C就突破18034叫C 对啦 我的意思是 突破18034 然后回撤一下 回撤不破18034 然后再攻这个C 这个就C 有没有可能 有 一定 你只要看台积电连电 就知道会不会有C了 那我懂了 台积电连电过了前高的关卡 就是C了 那如果台积电连电都不动 就是A跟B 就只能在A上头 A如果失败再走B就对了 就只有这三种答案了 那可可大概不好意思 问你一下了 我现在要抓 ABC的几率各自多少 满分是百分百 几率 A的几率 好 A的几率 我认为这个地方 大概是在六成到七成 好 我们就写六到七成 对 B的几率呢 大概就是三成到四成 大概三成到四成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边C呢 C的话我认为会在六七成当中 它一定会出现高点 以目前来看 它会稍微出现高点 但是要真的站上1803 现在不可能 可不可以给我最后一张 我带来的图卡 等一下 所以这边的几率 照你的判断是比较 突破很有可能 站上不可能 站上不容易 站稳不容易 你看我最后一张字卡 所以几率是偏低就对 对 你看我最后一张字卡 好 清掉之后 来 最后一张 来 你看 这边套的量是这样子 这边套的量是这样子 指标过于过热 然后这个地方只有这样量 这边大量很难一次沾上去 所以那个C需要花多点时间跟功夫 一定要来回正延长才有办法 好 感谢格格大哥 非常谢谢您了 果然白板一莫了然 开始会整他的重点了 今天亮大热门国 谢谢格格大哥帮我整理了 原来各国央行都一样 我们的杨总裁现在也很烦恼呢 烦恼着通货膨胀压力大的不得了 昨天期展不是追了吗 小麦啦 还有包括了咖啡豆啦 棉花啦 全部都创下9年10年10多年的新高哦 全球食物通膨之下 显然通膨概念股推升 升息成为必然 因此呢 价值型的股票 零电华兴科 华兴科伴随的是集团股哦 国泰金 友达 彩金跟神达 神达伴随的是格格大哥刚刚讲的 因为呢 股价太过委屈了 怎么会有赚钱的公司 本益比只有三到四倍呢 还有明年也会是配息的 因此呢 这些价值型的股票 是第一个重点 接下来大盘 他的看法 还是觉得了 现在先看图最后一张好了 原来我找到问题核心了 接收在17841 再创下 时高回挡之后的四个月来的高 但是呢 高性却要回头看 K指标 K来到96.21 一千多个日子以来 才有这么高 之前的高哦 回挡回 K都在90以上哦 所以股价大哥还是觉得 只要来到了17709 18034 您可能操作 都稍微要谨慎一点点 清掉之后 来个白板 原来它的架构很简单 上面呢 将会处在17709 还有一个18034 下面就是它前面带的 17237 原来口口大哥的规划很简单 基率最高6到7成 A情境会在这边获着哦 所以呢 在这边要稍微解码一下 这边再来埋 第二种情境 这6到7成 这是3到4成哦 或者17237到17709 这边来来回回 当然C情境 就是过了18034 再往上冲 但是它说这几率偏低 因为图会说话 前面呢 这边的套扰量 确实大了一点点 总之呢 葵谷大哥的行情规划 个股的抓取 跟您做分享了 这样结论对吧 表达清楚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谢谢葵谷大哥 进广告 回到这样之后 也要让您更清楚了 我家里有太阳能板 我现在有100度电 我卖给台电 行不行 透过了电力交易平台 告诉您 国内第一个交易平台 电力交易平台哦 已经正式营运了 你怎么上平台 平台逛一逛咯 还有藏富藏店渔民 商机到底是怎么看待的 让明哲说清楚了 给台电力交易平台 给台电力交易平台